我对经济的研究水平不行 我不是说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 所谓的日本失去的30年 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 或者说它只是一个 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 是个比喻 但它并不恰当 日本并没有完全失去30年 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讲 你看一看从2001年到现在 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的 这个自然科学奖奖项 几乎一年一个 而且不间断的在等 你把这表列出来 你就会发现 一个失去了所有机会的 20年30年 一个沉沦的躺平的 腐朽的这么一个民族 它可能在基础科学研究当中 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 另外一个 请各位去网上搜一搜 在对未来影响至关重要的 原来有一个说法就是 好像十二项还是十几项 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 高新技术当中 日本在其中的三到五项当中 是绝对的世界第一 其他的都在世界二三的位置 所以日本很有可能 是用过去这30年的 所谓的衰败或者 提软的这个假象 它在完成它的 整个的这个产业 或者科技的革新 举个小例子 比如说 这个电车 这个特斯拉也好 这种 就中国的这些 著名的电车厂商 用电来驱动汽车 是不是比用石油 驱动汽车要先进的多呀 这大家普遍介绍 那个绿色环保对吧 电哪来的 你冲进电池的电是哪来的 而电池的污染是多大 我不得不说 电车一点都不环保 至少现在为止的电车 还没有达到 真正环保的精确 它有它的好处 而且好的 让人羡慕的不得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能够彻底解决 石油燃油汽车 所带来这个危害的 这么一个替代品 而日本人下大力 就现在在研究 已经出现成效的是轻能 轻能的汽车 烧完了以后 出来的是什么 是水 水汤 这个东西是没有污染的 当然目前还没有 真正达到一个 能够量产的这种状态 但谁知道 未来的几年当中 这会不会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 反正我 我这个文科上 我觉得用轻能的 只要它安全可靠 用轻能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环保 这方面是可能要比 用 我们说用电车 可能要好得多 所以总体而言 我不认为 日本有失去的三十年 但日本的少子化 这是一个要命的事 这跟中国现在的状态 有点像了 对吧 还像岸田文雄刚刚在议会 通过了一个法案 他喊出了口 就是这是日本的 这个日本民族存续的最后时刻 对吧 再不行就没有日本民族 这个是包括中国在内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人口已经在下降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 对北京时间8点5时了 然后对 士老师因为等一下有个会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活动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商量好题目的话 我们会提前告诉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感谢士老师的精彩分享 那我们今天 谢谢各位 有机会我们再聊 再见 好